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隔了一段時間沒有拍穿搭片 不如來個153小粒仔春夏衣櫃 我們可以交換一下小個子的穿搭idea 第一套就是我現在穿著了 有沒有印象 我在日本的GU買的一件衣服 我一看到這件衣服的時候已經很喜歡 它是藍白色的,有一點點企領 然後重點是後面這裡的Rofo 它是整個背部連著手袖 好像一條裙子一樣 也是很顯瘦的 因為它遮了腰部 然後你在前面看,它是一個延伸的效果 因為它直眼看上去,整個人都好像很滑、很瘦、很直 然後我就配了一條白色的半截裙 不是短裙 我是配了一個膝蓋哥爾洛 因為我想顏色比較清新一點 我就不想配一些深色系 就選了白色 然後再配上Sara的牛仔布口底鞋 剛才各位小粒仔是不是很害怕呢? 因為我們有一個吸塞裙子 我們只有這麼小的身高 再沒有很短 所以這個口底鞋是可以把我們整個腳拉上來的 去到第二套是我春天很喜歡的一個Style 裡面有一件薄薄的長袖衣 這一件是在日本買的 看上去好像兩件一樣 是假的 它做了一個Layer出來 是有啡色 有藍色 是有層次一點的 然後外面再加一條吊帶長裙 裙的長度我會選擇到腳眼的 然後會配小白鞋 因為忘了帶過來的 我就沒有鞋子穿了給大家看 但是穿出來的效果就是這樣的 頭髮整個人很溫柔 好像去看花、去拍照、去野餐 現在整天下午很熱 很想穿短袖 但是去到晚上又涼 所以我會選擇一些比較有厚度的短袖衣 這一件也是有點企領的 因為衣衣可能年紀大 一涼是很想包著頸 所以譬如下午通常都是在一些冷氣地方 這一件是剛剛好的 我自己下身就配了一個闊腳深色的牛仔褲 就配上比較成熟的一個配色 這條闊腳牛仔褲是香港GU的 小粒子穿 它不會跌地不會拖地的 是可以闊得來剛剛好的長度 我覺得很感動 然後有這麼深的顏色 不是平時水洗的牛仔褲色 我覺得這樣搭配的時候 都可以不是太隨意的感覺 可以搭配到很多不同的風格 我會搭配白色的Air Force 或者是小白鞋 整件事是比較簡潔的 成熟和斯文過後就跳脫一點 這次的重點是在褲子上 我自己是沒試過穿一些這麼鮮豔的褲子 它是比較青草綠色的 所以我的上身就保守一點 就穿了一個入薄的灰色背心 它裡面是這樣 橡筋的 就露了 現在沒有腰 露肉了 搭多一件白色的麻雜褲衣服 這個我是把它拉後了 令到有跌股的效果 本身都是死固固的一件衣服 向上拉再在後面一褲子 它就會兩邊的肩膀都掉下去 就令到整個衣服的感覺不一樣 我是沒試過穿到這麼硬的褲子 平時可能是白色、橫色、牛仔、黑色 或者是蜜綠色都可以 但是去到這麼青BB 我也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carry到 我想試的原因是因為它穿上去很有垂水感 然後西褲的質地很舒服 不會焗、不會重的 之後它有其他顏色 但是我看到這個好像沒穿過 不如試一下 就選了它 最後一套 最近整天穿私心很想跟大家分享 因為它是很舒服 而且很顯瘦 有幾次我穿著它是有人問我是不是瘦了 哪有可能 我都想 但是你穿著它之後是整個人縮了一個馬 它是Daddy出的牌子叫YogaGhost 它真的很舒服 完全沒有一個穿衣磨擦感 然後我穿的尺寸是中馬的褲 它有一點點碰到地下 但是如果你穿小馬 我試過是剛剛好 我對小粒是非常友好 但是我想穿了一個比較寬鬆的感覺出來 所以我就選了中馬 這個外套是做了一個crop的設計 所以它在小粒的身上不會很累積 不會很長 也不會很緊 是穿得好像穿睡衣出街 下雨的時候我試過戴著帽子 然後照的也挺好看 所以這套是我最近超級喜歡的outfit 是很自在 但是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可以買 因為那時候Daddy已經說是屯馬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 又看到有貨的話 這套是一定要去買 好 今天就分享了我在春夏的時候會穿什麼衣服 然後我的小粒仔衣櫥裡面有什麼單品 希望大家喜歡這樣的單元 因為剛剛搬新屋 我不是很知道在哪裡拍 所以今天這個位置是有一點點辛苦 我現在是蹲了在這裡 但是可能遲些我再撿一撿個位 下次的穿踏片環境可能會更加好的 先看著 我因為太久沒拍過 很想告訴大家 這一陣子我喜歡穿什麼衣服 我的穿搭是大約什麼Style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 我每個星期會撿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更新生日和星期日繼續數二點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Bye Bye